不要怪红年一老,老公一跑,那是因为你花钱太小,放弃美好,生命短暂,我们恋爱好他已来不及,便可能已过完一生,您好好珍惜他,别糟蹋他,坚强的那些,往往会被一句简单的安慰打扮,然后泪流满面,生活总是两难,再多执着,再多不肯,却也不得不学会接受那些渐渐的不再纯粹, 从哭着控诉,到笑着对待,到头来,不过是一场随遇而安,有什么委屈,说出来,我们一起放掉,有时我们做错事,是因为该用脑子的时候,却懂用了感情,感谢相识,不记得诗,温柔吊摇,但不是妥协,我们要在安静中,不慌不忙的刚强,我没有对所有人都很好,但是至少没有很糟糕, 这是我的处置方式,你别评论我,我不需要你喜欢,也认不到你讨厌,明智的离开,总比混乱的流消好,虽然都是疼,你图慢慢,终有一灰,旧的东西再不放开,即使新的来了,你也会因为疼不开手而错过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,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